我和柳如烟结婚十年 我把一切都给了她 但只因为男闺蜜一句想要替代我 柳如烟就毫不犹豫地将我从楼顶推下来 我的尸体被她丢在冰冷的停尸房 三年之后才有人将我安葬 而那人竟是被柳如烟霸凌过的女孩 再睁眼 我回到了高中 这次 我要救她 更要救自己 我回到了柳若薇被柳如烟和她男闺蜜张弛霸凌的那一天 身形瘦弱的柳若薇被他们堵在校门口 柳如烟一巴掌一巴掌地扇在她的脸上 一边打一边骂道 你这个穷鬼透我的口红 是不是不想活了 我 我没 柳若薇紧紧搂着书包 眼里充满了恐惧 什么他妈的没有 你书包里放着什么 张弛猛地踹了柳若薇一脚 直接把她的书包抢到手中 不要 柳若薇想要将书包抢回来 却被柳如烟抓住头发拽了回来 张弛直接把书包倒了过来 一个檀木盒子瞬间掉在地上 碰的一声打开 里面和灰色的尘土顿时洒落一地 檀木盒子的正面贴着一张女人的黑白照片 是骨灰盒 看到这一幕的学生们纷纷四散而逃 生怕会沾染到自己 柳若薇则哭嚎着趴在地上 用手去捧散落的骨灰 妈 妈 他凄厉的叫声响射天地 但始终没有一个人愿意对他伸出援助之手 张弛的脸色也变了变 但随后他的眼中就露出了一抹斜光 对柳如烟说道 这小婊子家里只有他跟他妈 现在他妈死了 咱们上次说的姿势是不是能先在他身上试试 柳如烟催了他一口说道 你就是想单纯找刺激吧 嘿嘿 反正他家也没人 我戴上套 没人知道的 说吧张弛就拖着柳若薇往学校旁边的巷子里走 一些胆大的学生还在围观 但没人敢阻止他 因为张弛的爸爸是我们这里很出名的包工头 谁惹张弛谁就倒霉 上一世我就是撞见这一幕报了警 然后就引来了张弛的疯狂报复 我无奈之下只能选择退学 这一次我依然会这么做 但是要用我的方式 当我走进巷子里的时候 张弛正把柳若薇按在地上解腰带呢 柳若薇拼命的挣扎 柳如烟拿着手机朝他头上猛踹了两脚骂道 别他妈叫了 就在张弛即将受信大发的时候 柳如烟看到了我 周放 他的语气和上一世一样惊讶 谁让我是他最忠诚的舔狗呢 他必须在我面前保持高贵才行 但张弛可不需要 他眼中充满了愤怒和欲望 回头看到我一眼后 骂道 滚 我滚你妈 这次我没有报警 甚至没有通知学校的老师 我直接猛冲过来 一脚踢在他的蛋上 再接上一拳把他的鼻梁砸断 这两个地方可以说是人体最脆弱的部位 张弛的惨叫声瞬间填满了这条窄像 我把柳若薇母亲的骨灰盒递到他手上 脱下校服给他披在身上 我们走 柳若薇明显受到了惊吓 两眼空洞地抓着我的衣袖一步步跟我往外走 等等 你打了人就想走 信不信我把你发到网上 柳若烟把手机对准我说道 我差点忘了 他手机里还存着刚才那段视频呢 你 你想干什么 柳若烟握着手机警惕地看向我 当然是销毁证据 我一把抢过手机直接掰了得粉碎 然后在柳若烟震惊的眼神中牵着柳若薇的手离开 柳若烟在我身后吼道 周放 我以后再也不会理你了 我撇嘴一笑 那样正好 上一世我是柳若烟的忠实舔狗 哪怕他害得我退学 哪怕我知道他跟张弛不清不楚 最后还是选择娶了他 可是他却为了给张弛换肾 不惜跟他合谋杀我 我的尸体被丢在医院的太平间 一连几年都没人来找过我 我的灵魂无时无刻不再被冰冷的寒气侵袭 就在我即将彻底消散的时候 是柳若薇把我的尸体带走安葬 在我的坟前 他落下了泪水 同时还有两个字 谢谢 我知道 他是在感谢我那次报警救他 因为我们之间只有那件事的联系 我退学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 呜 但这一次不同了 我要救他 也要弥补我曾经的遗憾 在回家的路上 柳若薇一直死死地抱着他妈的骨灰盒 很久之后 他才低着头怯懦地说了一句 谢谢 我看着他脏乱的头发 柔声道 是我该谢谢你才对 他没听出我话里的意思 擦掉眼角的泪水说道 你招惹了张弛 他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我听说他爸爸很厉害的 对不起 都怨我 说着说着他就又要哭 我连忙拿出一张纸巾递给他 没事 就怕他们不来找我的麻烦 上一试退学之后 我凭自己的能力摸爬滚打 最终把公司干得风生水起 如果不是太相信柳如烟 我的公司势必会上市 张弛和他爸 在我眼中只不过两个跳梁小丑罢了 柳若薇抬头看了我一眼 没再说什么 这个时候 他的肚子突然姑地叫了一声 他的脸色瞬间就红了 见状我笑了一声 牵着他的手就往路边的饭店里走 谁知他却满身抗拒 拉着我的手往后撤 不能进去 这里好贵的 没事 我请你 我习惯性地去摸西服那兜 手刚抬起来就卡住了 我才想起来 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大老板了 现在的我就是个普通的穷小子 身上连十块钱都拿不出来 哪里能请他到大饭店吃饭 柳若薇看出了我的尴尬 但并未戳破 你救了我 我不能再让你请客了 你要是不嫌弃 我请你吃吧 你说的就好像他很有钱一样 半个小时后 我和柳若薇出现在了他家附近的菜市场 赵叔 拿五两 嗯 三两肉吧 柳若薇从自己的衣服夹层里 拿出一张周八八的五块递给肉铺老板 肉铺的老板是个很凶的男人 他叼着烟卷大声骂道 三两肉都他妈不够老子的刀钱 这是一斤 说着男人就从案板上的一大块肉上 切下一整条 这绝对超过一斤了 他顺便还帮忙切成了肉片 他一边切一边打量柳若薇 当他看到柳若薇手臂上的淤青 以及校服下面的尘土时 脸色突然变了 随后他便提着刀从案板后面走了出来 拽着我的领子就把我提了起来 小薇 是不是这小笔崽子打你了 他这力气太大了 单手就把我拽离了地面足有十公分 我被他抓得喘不过气 只能死死攥着他的手腕 柳若薇也被吓坏了 急忙抓着肉铺老板的手臂道 不是的赵叔 他没打我 是他救了我 柳若薇十分慌乱 断断续续地把事情讲给他听 肉铺老板这才胡一地把我放下来 随后看向柳若薇 真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不信你看 我身上穿的都是他的校服 看着柳若薇身上明显大一号的校服 肉铺老板的脸色这才好看了些 但他依旧有怒气 这什么比学校 怎么竟是人渣 文言我略有尴尬地看着他道 叔叔 我也是这个学校的 没说你 小薇别怕 明天赵叔送你去上学 你跟我说是谁欺负你 看我不把他的头拧下来 这个老板当真有一股张飞的气势 升起起来吹胡子瞪眼的 柳若薇急忙摆手表示不用 而且明天是周末 学校不上课 和赵叔纠缠了好久 我们才离开 同时手上还多了几斤肉片 柳若薇又买了些配菜 带我回到了他的家 柳若薇的家在七层 但没有电梯 楼道里也是黑乎乎的 但当他打开房门的那一刻 一道亮光瞬间刺破了黑暗 他的家很小 但布置得很温馨 打扫得也十分干净 你先坐吧 我洗个澡再去做饭 他有些羞涩 但这也难免 趁着他去洗澡的空当 我到厨房简单炒了几个菜 以前为了红柳如烟开心 我专门学过做菜 每次他都说我做的不好吃 但每次他都会吃很多 等柳若薇擦着头发 从洗手间走出来时 菜已经好了 你还会做饭 他看着我惊讶道 那当然 这点小事不足挂齿 吃饭的时候 我看到柳若薇家的墙上 挂着一个男人的黑白画像 于是便问道 那是你爸爸 嗯 肺癌 走了好多年了 他说到自己的父亲时格外平静 但语气中又透露出一丝尊敬 我无法想象 此刻他的内心有多痛苦 时去的不再聊这个话题 第二天早晨 我又来到了那的菜市场 找到了赵叔 他见识我 从鼻孔里哼了一声道 怎么 还想来要肉吃 哪能啊 我是想向你打听一下 柳若薇家里的事情 我对他的了解实在太少了 但直接问他父母的事情 又容易让他伤心 所以找个中间人是最好的 而看赵叔和柳若薇的关系 明显不一般 他肯定知道些什么 你小子 该不会是想追小薇吧 赵叔手里的刀闪闪发光 冷笑着说道 对啊 我直言不会 他倒是愣住了 好小子 有点愣静 进来说 赵叔把我请进了他的肉铺 细细地和我说起了柳若薇父母的事情 原来赵叔和柳若薇的父亲曾经是工友 他们一起在灯泡厂打工 而柳若薇的母亲是灯泡厂的会计 和当年大多数人一样 他们只不过是平凡生活的一员罢了 但自从柳若薇的父母结婚之后 就被厂长的儿子盯上了 原因更是俗套 厂长的儿子也对柳若薇他妈感兴趣 而且追了很久没有得手 不过厂长的儿子还算有些头脑 没有去做犯法的事情 只是把柳若薇他爸调到危险的测试车间去了 但柳若薇的爸爸并没有因为测试受伤 反倒是得了肺癌死了 那时候柳若薇才十岁 后来他妈也得了重病 为了治病耗工了家里所有的钱 直到前不久 他妈也死了 这条菜市场街就是以前的灯泡场 灯泡场倒闭之后 很多人就在这里做起了小生意 他们也十分同情柳若薇一家 所以总是会在不经意间照顾他们 我听完也是颇有感触 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离奇古怪的事情 但频繁的磨难落在频繁人的身上 依旧足以将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 突然 我想到了什么 问道 赵叔 您刚才说柳若薇的爸爸叫什么来着 青山 柳青山 赵叔刚说完就有人来买肉 他答应了一声就跑过去给人切肉 而我则坐在凳子上久久不能平息 柳青山 我的公司曾经遇到过一次巨大的危机 资金链断裂 导致整个业务上下游崩塌 眼看就要在崩溃的边缘 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叫做柳青山的人 资助了我一大笔钱 救了我的公司 事后我曾经让秘书去找这个柳青山 最起码出来吃个饭 但秘书跟我说对方拒绝了 而且顶着柳青山这个名字的人竟然是个女人 世间会有这么巧的事吗 我透过洛普的招牌看向柳若维加的方向 然后对赵叔说道 赵叔 借我点钱 滚蛋 豪哥 KTV 我们本地最大的KTV 我怀里揣着从赵叔那里借来的一百块 大不留心的走向二楼的一间包房 包房里 几个浓妆艳母的女人正趴在一个大富翩翩的男人身上 尽力博大哥一笑 借我进来 坐在大哥身边的几个小弟都站了起来 好几个都已经把手放在怀里 随时准备抽钢棍了 我却像看不到他们一样 直接坐在大哥对面给自己倒了杯酒 顺便把激情音乐换成了抒情歌曲 我草 其中一个小弟拿着钢棍就要揍我 我则看着对面的大哥说道 柳老狗 我有一笔生意和你谈谈 慢着 大哥急忙抬手喝止了小弟 我从怀里拿出刚接到手还没污热的一百块 放在桌上对那些女人说道 我和柳老板有重要的事情要谈 麻烦你们先回避一下 那些女人见到钱简直比见到亲爹还亲 他们陪大哥唱一晚上都不一定能拿到一百块 于是拿着钱一窝疯跑了 对面的柳老狗把小弟们也赶了出去 只留我跟他两个人在房间里 他随手抄起一个酒瓶对准我 能拿一百块钱当小费 你出手够大方的 还有 是谁告诉你 老子叫柳老狗的 柳老狗的真名叫柳狗 柳老狗这个名字是带他入行的前辈给他起的 只在私底下叫过他 其他人都不知道 现在那个前辈已经过世了 按理说这个世界上没人知道他这个名字 但我恰好知道那个前辈 而且和他儿子的关系很好 这你就别管了 我知道 你最近的生意出了问题 大老板跑到人家那里去了 你想不想知道怎么把他抢回来 你一个学生怎么会知道这些 是谁在后面指挥你 柳老狗并没有直接上套 而是开始询问我背后的人 别问 我背后的人不是你能知道的 我只说一次 你要信我就跟着我说的去做 不信我我走就是了 我尽量装得漫不经心 但手心早已钻出了汗 其实我和柳老狗接触的不多 对他的为人也只是道听途说 但为了除掉张翅父子 我也只能冒险一搏了 事实证明我博对了 柳老狗犹豫了很久 最终才点了点头说道 说吧 你想要什么 我心中暗自松了口气 钻紧的手也逐渐放松 端起酒杯和柳老狗碰了一下 是 周一我一大早就去接柳若微上学 他的校服已经洗干净 只不过前胸和胳膊上 有几个小小的布丁 那是张实弄的 我看着他略显苍白的脸 近一时有些失神了 柳如烟被称为我们学校的校花 以前我也被他迷得找不找本 但他的美是妖艳 是无数化妆品堆砌的结果 而柳若微则是天然的青春 浑身上下都散发出青春洋溢的气息 怪不得张实那个坏种要对他下手 原来是看中了他的美貌 柳若微见我一直在看他 脸色不由微微泛红 低头拢了下头发道 看什么呢 看你长得好看呗 我毫不避讳对他的赞美 邀请他坐上我的自行车后座 今天阳光正好 道路两旁开满了花 柳若微坐在后面情不自禁地呢喃道 好美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 正好看到他的侧脸 附和道 确实很美 我们刚到校门口就被几个人给拦住了 带头的人是张实的小弟 哎哟 这对狗男女一起来了 兄弟们 十哥说了 直接往死里打 出了是他扛着 张实的小弟拿出一根甩棍 其他人的配置也跟他差不多 柳若微被吓得抓紧我的衣服 但还是鼓起勇气对那些人说道 你们 你们要找就找我 跟周放没关系 哟 这才几天你俩就好上了 放心 今天你俩谁都跑不了 对面的人宁笑着向我们围了过来 我拍了拍柳若微的手 示意让他放心 然后 对校门口卖杂串的大哥吼了一声 是刘狗大哥的人吧 他让你照顾我 一听我的话 卖杂串的人二话没说 就从桌板下面抽出一把刀冲了出来 跟他一起冲出来的 还有店里的几个客人 他们都是刘狗的人 你就是周放 杂串店老板上下打量了我几眼后 问道 我点点头 他们几个就跟张驰的人对上了 怎么着 几个小笔崽子想跟我们试试 看着他们手里的刀 张驰的小弟不油咽了口唾沫 他哪里见过这场面 腿肚子都快下软了 最终只能放下去狠话 夹着尾巴逃走了 各位大哥 谢谢了 客气 柳哥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 柳若微看着我轻车熟路的送他们离开后 轻声对我说道 你怎么认识他们啊 你猜啊 我唏嘴地看向他 他却紧张地说道 你别跟他们走得太近 我看过他们几个打咱们学校的学生 打得可狠了 都流血了 看得出来 他是真的在为我紧张 我的内心不由有些感动 想当初我孤身一人在社会上闯荡 什么苦没吃过 哪怕在我快要饿死的时候都没有人关心过我 柳若微 真的很不一样 我揉了揉他的脑袋 安慰道 没事 我心里有数 校门口的情况被学生们看在眼里 以至于没人敢再挡在我和柳若微前面 我刚把柳若微送到教室 就有人喊我到班主任办公室 当我疑惑地走进办公室 看到张时的几个小弟时 就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此时他们脸上都挂了彩 不是瘀青就是鼻血 我猜想是刘狗手底下那些人 进学校揍了他们一顿 班主任是个中年秃头男 他抿了口茶水 想喝到嘴里的茶叶重新吐到茶杯里 才退了下眼睛问道 周芳啊 这几个同学说你在校门口打架斗殴 我确实没动手啊 哦那没事了 你可以走了 听到班主任让我走 张时的小弟们瞬间就炸了锅 老师 你凭什么让他走啊 明明是他动手打人 你这是包庇 对 不能就这么轻易让他走 干什么干什么 这里是办公室 不是网吧 班主任再度推了下眼镜 继而瞥了他们一眼说道 你们九个人身上还都带着甩棍钢管 我学生就一个人能把你们打成这样 你们再看看 我学生的校服上连一点褶皱都没有 他是吕布还是关云长 扑斥 我没憋住 笑出了声 班主任文生又将矛头转向了我 你笑什么 很光荣啊 你要是没问题他们几个干嘛找你 你回去好好反思一下 是 是 对不起老师 给你添麻烦了 我刚哼着小曲回到教室 迎面就撞上了柳如烟 他手里拿着不知道哪个院重给他买的优乐美奶茶 毛毛躁躁的撞在我身上 顿时洒了一身 没长眼啊 他刚想骂人 抬头就看到了我 但他非但没有收敛 反而更加嚣张 我给你一分钟 去给我买一杯新的奶茶 然后再赔偿我五十块 要不然我就让你好看 幼稚 我发了个白眼 静止越过他往教室里走 柳如烟气得直跺脚 追过来一把就扯住了我的头发 周放 你敢不理我 信不信我让张池弄死你 他下手很黑 抓得我头皮生疼 我反手用力攥住他的手腕 柳如烟瞬间就腾成了虾米状 信不信我先弄死你 我还没跟他算 他跟张池合谋杀我的事呢 他还敢主动跳上来送死 柳如烟疼得流泪 此时班长突然站了出来 周放 你怎么能欺负同学呢 快放手 班长是个瘦瘦高高的四眼仔 平时在班里装的一副老好人的样子 其实也是柳如烟的忠实追求者 我看着他 手里愈发用力 柳如烟疼得直接坐在地上嗷嗷乱叫 周放 你太过分了 我要告诉老师 好啊 麻烦你告诉老师的时候 把柳如烟拽我头发 和你袖手旁观的事情 一并告诉他好了 刚才柳如烟对我动手的时候 所有人可都看到了 但他无动于衷 我只不过是正当防卫 他倒跳出来了 还真是一条忠诚的双标狗 我 我没有 我刚才在认真做题 没看到柳如烟同学拽你头发 傻逼 我脱口而出 班长的脸色瞬间变得极为难看 在班里还没人敢这么直白地骂他 恰在此时 上课铃声响起 上一世我吃了没学历的亏 这辈子不想再被退学 所以我松开柳如烟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班里的其他同学都以一种恐惧的眼神看向我 就连曾经欺负我的同桌 都吓得把放到我桌上的课本全都拿了回去 这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做个恶人真的很爽 下课之后 我去找柳若薇 却被柳如烟拦住 让开 我的心中对柳如烟只剩下厌恶 一秒钟都不想看到他 柳如烟晃了晃手里的手机得意地说道 想去找他的小贱人吗 我本能地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伸手就要去抢他的手机 却被他堵开 你不会真以为惹了池哥还能没事吧 那个小贱人已经被池哥抓了 下一个就是你 你们敢杀人 我的心此刻乱到了极点 但还是保持基本的冷静和柳如烟对话 哈哈 池哥对付他的手段可多的是 就算不杀他搞个残废 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 我真的很难想象这种残忍的话 能从一个学生的嘴里说出来 柳如烟在我脑海中的形象一点点崩塌 从高中时期的小白兔 一下转变为了阴冷的毒蛇 我甚至能想到 他缠绕在张翅身上吐性的画面 啪 我抢过柳如烟的手机 急匆匆地往旁边的教室赶 柳若薇 柳若薇 我在走廊上歇斯底里地喊着他的名字 路过的学生们纷纷为我让道 然而当我闯进教室的时候 柳若薇的位置上却是空空如也 我彻底慌了 直接拉着门口的一个学生冲他吼道 柳若薇呢 他去哪了 他 他姑姑刚才来把他接走了 姑姑 我想起来了 柳若薇确实和我说过他有个姑姑 可那个姑姑不是早就跟他们断绝来往了吗 此时柳若薇的手机突然接到了一条短信 我打开一看 发现是张池发来的 郊区废窑场 有胆你就来 短信下方还有一张图片 是柳若薇 画面里的他正安稳地睡在汽车后座上 而发信息的人就是张池 我忍着几乎要顺着胸腔溢出来的愤怒给他回复 等着 回过消息后我就疯狂地向向门口奔去 门卫想把我拦下来 但我比他的速度快 一个跨步就从闸机上跳了过去 我随手拦下一辆出租车 在车上不停地给张池打电话 但都没打通 在我的再三催促下 司机把速度飙到了最快 半个小时之后 车子就停在那间废窑场附近 这里是整座城市的最外围 平常很少会有人来 以前学校组织过一次春游 在这里停留过 所以我们学校的学生基本都知道这个地方 张池还真会挑地方 这里简直就是杀人越后的不二之选 但我可不会傻到从正门进去 我给司机付了车费 他问我这里太远 需不需要等我一会儿 他可以送我回去 我拒绝了 废窑场的周围满是一人高矮的荒草 想要悄悄摸过去倒是不难 当我顺着断臂残垣进入废窑场时 才发现事情可能比我想得更加复杂 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拿着撬棍的大汉 看他的样子应该是常年干体力活的 我猜测不是搬砖就是卸货的 而且这样的人还不止一个 张池很明显没有那么大的能耐 找这些人帮他 能找来这些人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张池做包工头的好爹 我轻手轻脚地绕过这些人 在一楼搜了一遍 结果除了一些破旧的家具 以及蛇虫书衣之外 并没有发现柳若薇的踪迹 看来只能去二楼了 以前在这里休息的时候 我跟几个同学上过二楼 上面有几间休息室 条件比一楼舒服点 果然 在悄悄堵过几个大汉之后 我顺利在二楼的某一间休息室里 找到了昏迷的柳若薇 当我将他摇醒时 他还是迷迷糊糊的 但看到是我之后 他却又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我急忙捂住他的嘴巴 低声跟他解释了一下 现在的情况 让他千万闭嘴 柳若薇被吓得瑟瑟发抖 但还是点了点头 我这才缓缓松开了手 对 对不起 我想去找你的 可姑姑说 我妈给我留了一封信 我一着急就跟着他走了 一上车 他就用什么东西 在我脸上晃了一下 我就不知道了 我不是故意的 他压低声音 一边抽气 一边向我哭诉 兴许他也没想到 世上唯一的一个亲人 会伤害他吧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带你出去 我揉着他的头发安慰他 然后查看周围的情况 试图找到一个 能让我们两个 安全逃出去的路线 然而就在我计划好路线时 一个带着安全帽的大汉 却突然闯了进来 他手里拿着一把铁锹 冰冷地对我们说道 你们哪也去不了 几分钟以后 我和柳若薇 就被送到了二楼 最大的休息室 此时休息室里 坐了很多人 正当中有一张沙发 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 正坐在沙发上抽烟 张池就坐在他的身边 一个中年妇女被绑在地上 见到柳若薇后 他开始疯狂地挣扎 想要说些什么 却被嘴里的布条所阻挡 见到我来 男人鼓掌叫好道 真是厉害 一个人就赶来救人 我看你是真不知道 死字怎么写 说吧 他走到我面前 二话没说就是一巴掌 他的手很大 而且很操 这一巴掌 直接打得我半张脸多肿了 这巴掌是踢我儿子打你 你踢了他的命根子 差一点让老子段子绝孙 一巴掌算便宜你 话音刚落 又一巴掌 落在我的另外半边脸上 这下整张脸都肿了 这巴掌打你跟刘狗走得太近 抢我老板的生意 两巴掌打完 他才重新点了根烟 此时的柳若薇已经泣不成声了 抱着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特 我吐出一口血沫 挣扎着看向他 你们老板 是谁 呵呵 你还不配知道他的名号 你只需要知道 他想让你死就行了 你们 真敢杀人 我当然不敢 不过对我老板来说 杀你简直就跟捏死只蚂蚁差不多 实话告诉你 这小丫头不算什么 这次主要就是针对你 你一个无依无靠的穷学生 怎么敢跟我们老板作对的 说吧 他直接一招手 几个壮汉就把我和柳若薇强行分开 我看到有人拿过一只麻袋 里面似乎放着什么活物 打开之后 我才发现竟是一条水杯粗气的毒蛇 放心 这畜生厉害得很 咬人一下就死 没什么痛苦 拿着麻袋那人将蛇放出来以后 就拿着一根迅蛇的棍子 把蛇往我这边赶 我完全没想到张弑他爸竟然真的敢杀人 此事心里也是完全没了底气 眼看那条蛇距离我越来越近 我额头上的汗珠也随之越来越多 但我深知跟蛇对战 越耸越不行 我只能鼓着腮帮子和毒蛇对视 事实证明这种方式是有用的 毒蛇停在了距离我不远的地方 抬起了脑袋 任由后面的迅蛇人 怎么用棍子戳他都无动于衷 就在这些人像看马戏团表演一样 戏谑地看着我时 肺咬场外面突然传来几声惨叫 紧接着十几辆摩托车就闯进了肺咬场 毒蛇受到惊吓在原地画了个圈 风也湿地往人群里面钻 吓得围观的人惨叫一声四散而逃 就连那个迅蛇人都丢掉棍子溜出了休息室 但他刚出去就被外面的人拿刀架在脖子上推了回来 随后二十几个拿刀的大小伙子就闯了进来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熟悉的身影跟在他们后面 是刘狗 各位 见到我惊喜吗 刘狗叼着烟鸣笑道 刘狗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 张弛他爸颇感意外地冲刘狗怒吼 后者则轻蔑一笑道 傻逼吧你 这么明显的套你看不出来 是他背后的大老板和你串通了吧 我忍着脸颊上的疼痛说道 看看 还是人家有脑子 不像你 傻逼打工的 刘狗走过来搂着我的肩膀 十分亲切地说道 你上次教我的办法还真有用 我的客户果然回来了 不过呢 他有个条件 就是想见见你 怎么样 跟我走一趟吧 同为生意人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他背后的大老板在想什么 这趟我要是走了 轻则被他们逼着签不平等合同 重则死 但如果我现在拒绝 现在就会死 就在我进退两难时 眼角的余光突然撇到刘狗身后 有一团肉乎乎的东西 我用尽全身力气往刘狗身上一撞 他立刻本能地往后亮枪了几步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死 一道尖锐的思明打破了房间里的沉寂 刘狗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毒蛇缠住了脖子 紧接着只听一声惨叫 毒蛇的毒牙就深深刺入了刘狗的眼睛里 刘狗疼得满地打滚 双手胡乱地在脸上抓 却始终奈何不了毒蛇 杀了他 给我杀了他 他只能愤怒地让手下人向我扑来 而我则先他们一步从窗户跳了出去 那些人还想跳窗追我 却被远处传来的警笛声打断 全部抱头蹲下 几天之后 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柳若薇则坐在床边为我削苹果 那天我从二楼跳下来摔断了腿 好在警察及时赶到救了我 要不然我真要死在那些人手里 除了我跟柳若薇之外 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被警察抓回来了 刘狗被毒蛇活生生咬死 他的那些手下供出了刘狗背后的老板 警察顺藤摸瓜 顺便挖出了一个草菅人命的黑恶实力 而张池和他爸也以杀人为罪罪锒铛入狱 据说张池他爸被当庭判死刑 他则被判五年 除此之外最让我感到的是柳若烟被捕 他的罪名是陆志 传播淫秽视频 以及教唆未成年人犯罪 他之前就和张池一起祸祸过学校的很多女生 只不过一直没人敢举报 借着这次的机会 所有人都将矛头对准了他 也算是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至于那天警察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废窑厂 答案当然是我报的警 当然 我是不敢用柳若烟那个手机报警的 我是在给司机大哥的钱上留了字 让他离开废窑厂之后再报警 虽然这个年代的手机还没有监听的可能性 但我还是尽量小心 毕竟之前被人用这样的方式坑过 柳若薇把削好的苹果放在我手里 甜甜的笑了一下说道 马上就要高考了 你有什么想报考的学校吗 我摇头 你去哪 我就去哪 那就说好了 到时候考不上可别怪我 柳若薇傲娇的扬起下巴对我说道 我随之一笑 这辈子我不会再缺席你的人生了 全文完